明示在行感恩记上线啦 新年好礼订阅就抽 嗯那到底要怎么抽奖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一起说 丰富大奖周周抽 详细办法请建明示新闻官网或文字说明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武士许荣江 超强寒流来袭 全台冷嗖嗖 北部多个山区都降下今年第一场瑞雪 许多民众开心追雪 有的还把衣服脱掉尽情的玩乐 显然天气冷 但大家的心很暖 而且美国总统川普 在现任前还给台湾送暖 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宣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下周访台 这个宣布有人说是毕业旅行 跟台湾入联或返联无关 但是川普在卸任前使出这一招 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是要给拜登政府起示范作用吗 不过川普本人现在处境凶险 星期三报名冲进国会山庄 中断选举人团的认证程序 造成五人死亡 多人受伤 第一时间所有的责难都涌向川普 多位欧洲国家领袖 还谴责是川普煽动的 那他们国内的民主党还呛说 要弹劾罢免 甚至联邦检察官主动要调查起诉 川普煽动叛乱 但是选举舞弊 怎么都没有这么的积极调查呢 川普有煽动支持者冲进国会吗 那为什么调查都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将川普给定罪呢 因为传出这冲入国会的报名 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而是一个暴力组织叫做安提法的成员 还有人承认是有人付钱给他 叫他冲进国会的 所以这一切是有计划要嫁祸给川普吗 那川普六号当天就多次 透过社交媒体发出劝告 叫支持者回家 没想到脸书推特都删除 还冻结川普的账号 所以川普现在是遭到全面的追杀吗 情况有多危急呢 另外中国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河北石家庄昨天宣布紧急封城 所有车辆人员不得离开 前往北京的道路上是大塞车 完全动弹不得 当局叫民众就地过年 所以今年春运有可能叫停吗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会产生多大冲击 而习近平没有在关心百姓 只是一直喊着备战打仗 解放军前几天秀出 轰二十隐形轰炸机的影片 拍得很像电影 轰二十是模仿美国的B2轰炸机 战力有多强呢 还有神秘的新乡式火箭炮 最近也公开亮相了 射程达三百公里 这是拿来对付台湾的吗 那我方应该要如何因应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再有作者表演立位是 国际战略专家于宗基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资论媒体王瑞德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来是民进党立委陈金飞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于美美 总将好 大家好 好 那么稍后还有军事专家 郑继文会加入我们讨论 先来关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确定在1月13号到15号 访问台湾 要务流炮发射 紧接着CM11战车 阵地起火射击 知识陆军269旅的 三军联合作战测验 展现训练成果 面对中国军力威胁 台湾不断提升国防量能 美方去年也对台六次军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还在推特上 PO出台湾女兵的照片说 来算算吧 我们始终和我们的朋友 台湾正在一起 川普政府过去三年 均售台湾超过150亿美元 欧巴马政府则是 八年140亿美元 这也是继他前一天宣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将访台后再度发声挺台 需要让中国剥离心碎 少数反华政客不断地上演 最后疯狂 不择手段利用所胜任期 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蓬佩奥连日挺台 美国驻联合国使团 也公布克拉福特确定在1月13号到15号访台 14号将到外交部的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进行演讲 分享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以及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 好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 在卸任前呢 持续挺台 国务卿蓬佩奥呢 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呢 就po文晒出跟中华民国国军的一个照片 同时说明呢 美国跟台湾朋友站在一起 过去三年呢 川普对台军售超过150亿美元 那对照欧巴马政府呢 八年只有140亿美元 那这个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呢 克拉福特呢 将在下周就是1月13号到15号呢 将会来台湾 先请到瑞德哥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最新发展 对台北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啊 克拉福特来台湾这个等于说 访问呢 那么也要发表演讲啊 这是大概这40年来 第一次有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 这当然对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邦誉是正面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看看中共 它反弹的力道就知道了 又在那边打嘴炮 划个大小小 那你就知道了 如果完全没有影响呢 它大概是轻描淡写这样过去就算了嘛 所以呢 它叫叫叫呱呱呱 那就表示说 事实上是达到了一定的一个 等于说外交影响力就等等 那么当然了 这个是在美国总统川普1月20号卸任之前 给台湾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温暖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 那么他直接贴出我们台湾相关的 这个军人的照片等等 还要特别强调 过去单单过去三年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售的金额超过150亿美元 远超过欧巴马的这个八年的140亿美元 不要只看到钱 要看到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欧巴马这个执政的时候呢 包括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最能够买到的攻击性的武器 也不过就是阿帕纪武装长工直升机 就这样而已 其他他要买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连监设型的单兵所使用的这个赤真飞弹 美国都不卖给你 因为怕流出去 所以你就知道 当时他要买的任何东西 人家都不卖 那么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 那么也是到了川普当总统了以后呢 这些武器都卖了 包括赤真飞弹250套 外加后面我们后续购买的 1350枚的这个赤真飞弹等等啊 那么美国都愿意卖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为什么说不要只看到金额 要看到内容 F-16V 66架之外 我们另外100多架的F-16AB 也升级成F-16V 那么6套价值超过100多亿的 这个F-16空造夹舱啊 最近大概上个礼拜 还在提U2的那个空造夹舱 是同等级的 也就是说 那么我们的这6架的F-16呢 那么只要一升空 还不到海峡中线 就可以看到 中国沿海30公里之内 所有的调动我们都看得到 除此之外 另外就是我们过去想买 永远都买不到的 海马斯300公里的 射程的这个火箭炮呢 火箭弹 这是卖给我们的 卖给64枚啊 还有F-16的空对D 那么远距离的射程 高达270公里的 这个空对D的飞弹 他也愿意卖给你 其实讲白了 这个都是防御性攻击武器 我们一定要这样讲 其实都是攻击武器 那为了 因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嘛 因为现在的概念 以前马英九的概念是 人家上了摊头 我们这样缓急 这样子已经来不及了 那现在概念就是 往前推 推到他能不能急急 要攻打我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事先 能够自主尤其 他一出动我们就应该 这就是昨天跟今天 飞弹试射的原因 飞弹试射 为什么要飞弹试射 台湾要保护自己啊 我不能等到你 兵临城下了 亲蒙打后啊 再来保护自己嘛 所以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些飞弹 还有M1A2的这个 目前地表最强的厂客 美国人现在也在用的 现在就要用了 不是二手 是全新的108辆 人家现在也愿意卖给你啊 以前都不愿意卖的 现在愿意卖给你啊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为什么呢 很可惜的是啊 那么在这个 所有的军购里面呢 到后来有些军购 不如我们本来 原先期待的这个如意啊 为什么呢 MQ9B死呈无人机 它的挂弹价没有 也就是说 它只有纯侦查 没有这个武装攻击 挂地狱火灰弹 最多可以挂八颗 另外除此之外呢 还是要提醒 暗季鱼叉飞弹 本来 就是我们花了700多亿的 暗季鱼叉飞弹 本来是希望能够买到 射程有250公里的 最后它只有卖给我们 120公里的 就是把我们自己本身 它就把我们定位 在所谓的防御了 然后呢 除此之外 智慧型水雷就这样没了 非常可惜 现在值得我们观察是 M1动9A6的帕拉丁 智走帕那100辆 这就是我们必须 观察的一个重点 不过 至少 在我刚刚讲的那些 已经是过去40年来 台湾可望而不可及 而川普总统 他愿意卖给台湾 然后还有包括军事 包括这个特种部队 海军夺战队 这些相关的交流等等 那么也训练了 我们在特种部队 过去我们当兵的时候 有一句话叫 九条好汉在一班 那已经过时了 在特种部队作战里面 像海豹部队 像这个三角洲部队 现在全部是六个人为一班 这也是美军带给我们台湾的 相关的新思维 所以不管 不管1月20号怎么样 那么事实上 川普政府 他现在形塑的这些 包括这么多的 这个高阶官员来访 他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一直说 川普的这个手设下的 让这个拜登 就算当了总统 也不能后退 因为很简单 他一后退 就是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屈服 对 所以呢 因为未来 他这个美国 可能不会再军售我们这么多 这么优秀的这个武器 但是基础上的台美的关系 应该不会改变 对 所以呢 这个川普总统 即使这个任期 只剩下没有几天 但是呢 国务卿蓬佩奥 在最后时间 依然力挺台湾 给足台湾温暖 他光是这个军售的部分 就细数 不光是对保卫台湾 有所这个帮助 那再来就说 这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来台湾 来台湾访问 会给国际间 什么样的印象呢 他就说 大使访来期间 将会强调 美方强力支持台湾 发展国际空间 正好这个部分 这是不是给外界 也极度的想象 同时也就打脸中国 打脸中国的一中 那台湾明明不是属于中国 那也让外界 就是想象 我们台湾未来的国际空间 可以有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美国驻联合大使 访台湾 我应该先回头讲一件事 就是说 到底这件事情 对于台湾的中短期的 短中长期的影响是什么 短期来说 你可以说是 川普给台湾最后的温暖 可是我们在乎的事情是 到底川规会不会败水 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惯例 会不会变成一个常态 会不会变成一个外交空间 台湾结构性的扩展 这是我们真的在乎的 如果只是短时间 最后的送短的话 其实坦白说 我不喜欢这个词 效益不大 因为如果只是最后说 那就是拿面子而已 对不对 面子有 但是理直 我们要拿 很简单 我们回过头来看 到底为什么今天的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要来台湾 很简单 12月27号 美国参众两院 通过的台湾保证法 内容的两项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项是要美国有意义的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 世卫组织 国际民航组织等国际组织 第二个要求是国会 具体要求国务院在180天之内提出对台交换准则的检讨跟国会来提出 你看有几个意义 第一个它是180天 对不对 换句话说它是跨政府的 是跨界的 你看吧 12月27号 180天后 简单讲 是新的拜登政府上来之后 他的国务卿 要重新去检讨过去美国对台湾 你所有交往准则是不是太生疏了 是不是太疏离了 是不是现在要更close一点 他必须提报告 第二件事情 你看有意义的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登组织 这不是来了吗 美国联合国的大使过来台湾 他在台湾 14号是要发表公开演讲 公开演讲题目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台湾对国际社会的结束贡献 我大概可以想行李如意 大概讲说什么台湾的科技 台湾的防疫 一点都不是重点 这给台湾人戴高帽 等于他的伴手力 以及有意义扩大参与国际组织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 他演讲分两部分 一部分在讲台湾对世界有多重要 另外一部分说 美国要怎么样支持台湾 扩大参与国际组织 所以简单讲 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是有延续性的 而且这延续性的机会不小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台湾保证法 不是一个短期的行政命令 而是经过参众两院 高度共识通过的法案 对 换句话说 你看哦 回过来打脸花春莹 这是共和民主两党 共同通过的 对不对 所以讲到最后的高潮 就要打脸华春莹了 华春莹刚刚说什么 这是少数反华政客 不断上演最后的疯狂 两个打脸 第一个是少数反华政客 抱歉完全不是 在美国参众两院 民主党跟共同党 高度共识通过的法案 川普签署了 抱歉 这个法案是跨政府的 跨界的 所以第一个 绝对不是少数反华政客 如果参众两院 极度公式叫做少数反华政客 那我搞不清楚 什么叫多数 第二件事情 是最后的疯狂吗 不是 因为它跨界 是有可能是被延续的 机会不小 川规拜水 机会不小 至少在这个案例之上 我认为 很多人都说 不见得会 不见得会川规拜水 可是 如果你把它套到 台湾保证法架构 就会发现 川普跟拜登 虽然有很多概念 不见得一样 可是站在美国国家 利益的大前提前面 中国始终是美国 最大的威胁 所以这个是跨政府的 所以我坦白说 你说这个 难道只是短期效益吗 只是面子吗 我承认 一部分是面子 可是我认为 我现在研判 有很大的机会 利益值的部分 我们也会持下 OK 好 所以郑浩分析得 非常清楚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在即使卸任的 最后前夕 给台湾送暖 但不是只有 表面的送暖而已 当然这个动作 绝对中国 一定会高度关注 彭帕尔说 台湾是证明 自由中国 是可以可实现的目标 显然是不是 讲给中国听的 那再来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方案的反应 就是说 这是错误行为 而且要求美方 要停止疯狂的 挑衅行为 是疯狂吗 是挑衅吗 来 委员怎么看 这个部分恐怕也是让 这个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可以给一个示范作用吗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基本上已经回不去了 这个回不去 不是一个拜登 总统上任之后 就可以改变的 这是整个美国的声音 跟美国的态势 跟美国的民意 所以这个民意 才有可能通过了 所谓这么多的 对台湾有利的法案 参众两院 并不是只有共和党 也不是只有川普 而是参众两院的议员 共同推动这些相关法案 所以绝对不是今天一个拜登改变 然后最后这样的一个定调 只是要提醒未来的拜登政府 而且我相信今天克拉夫特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对于台湾的支持 其实不是蓬佩奥而已 而是整个美国政府 已经对于台湾的那个立场 已经完全改变 而且我们看到蓬佩奥所讲的 当他在宣布说 克拉夫特要来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了 他在什么时候宣布 在昨天 是同步在谴责中国 谴责香港警察 用所谓的滥捕 五十几名的泛民派的人士 他同步用这样的谴责 然后甚至宣布了 这个美驻联合国大使 要来台湾同步 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宣布 他要凸显的是 中国这种 这种霸权 基本上已经违反到民主价值 台湾 台湾这个有民主价值的 是我们大家要去尊重 要去推动 他把整个中国跟台湾 已经放在同一个位阶 也就是台湾就是台湾 再不是立属于任何一方 所以这个美国在这个 最后任期当中的一个做法 是不是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杰明哥怎么看 中国方言的反应 当然是说 这个美国将要为其错误的行为 付出沉重代价 会吗 当他说要这个制裁人的时候 是不是往往付出沉重代价 是他们自己来 他们自己的问题 恐怕是更可怕的是经济倒台 还有疫情扩大 还有包括民众最近 对于所谓电力需求 一个庞大的国家 竟然电力会出吃井 那当然我们知道国台办 但他本来就有这个任务 就需要表达任何的想法 所以他说这句话 我们不会意外 可是他讲这句话 背后我们是要反推到 现在的环境是什么 我们比如说 现在是政权交接时期 很多人说法是说 这个中国对于台湾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 政权交接的时候 会有些动作 但是我们从目前为止来看 除了当然例行性的 这个飞机老台之外 事实上他们能做的事情 不全然是针对台湾 他也对日本对澳洲 还有对美国发动动作 那从这角度来看 我们有三个解读 第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Kelly Craft 为什么这时候来 当然他去年12月的时候 就已经说他表达 要来的一个意愿 而这实验正好就是 我们说的政权交接的概念 你要了解 这个Kelly Craft 他并不是首任的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事实上在小布希时代 他已经是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了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怎么说一下 就是我们整个在联合国的这个被冷冻状况 是在这个前任的欧巴马时代 我们知道那时候你要去拜访这个联合国 你出示台湾的护照是不准进来的 甚至还要求你必须要拿这个台胞证 甚至完全不准你进来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正在受到联合国的委屈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Kelly Craft来了 他也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当一个领头羊 未来全球都在看 包括日本在看 包括最近被欺负的澳洲也在看 还有包括纽西兰 甚至英国已经确认了 他会记得英国 中美国川普之后 成为下一个 他们所谓脱欧之后 是下一个脱中的政策 他们要执行了 所以这个概念里面 不是单纯一个联合国的 这个驻美联合国代表来台湾 而是他在开第一枪 告诉我即便我卸任之前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 是世纪的大骗局 他其实要表达这件事情 我相信他来台湾 他会说出这句话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要让全世界知道 香港问题 未来的问题 就是发生在每个国家 不是只有台湾 澳洲 日本 任何国家都可能 这第一个重要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当然是要灌输一件事情 说台湾旅行法 在川普去年已经通过了 所以表示一件事 拜登你必须要尊重 所谓的这个台湾旅行法 他选择时间就是 这个拜登政府 已经选定下一个联合国的 这个代表之后 他做出这个决定 某种一种程度是 交接这个讯息 就是在台湾旅行法之后 我们所有任何住在 美国住联合国代表的 这个代表 都应该看到他来到台湾 第三个我觉得 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 尤其是拜登 拜登提到一件事情 也是我们在看的 他说他不再走单边主义 不是川普单边对日本 单边对韩国 单边对台湾 要透过所谓联合的一个组织 好 既然你说要透过联合组织 那么联合国是不是 你要重返的要件 联合国已经被中国霸占多久 他们的秘书长 有多少是跟中国有关 那时候是什么原因 就是你欧巴马时期放任的 我今天过来跟你到台湾来 甚至他可能发表一件事情 是说希望未来所有的国家 包括政府 当然指的就是美国政府 必须不能重蹈覆辙 如果这个Kcraft 他来台湾的时候 顺便描述 过去在那民主党是 美国的总统的时候 如何放纵中国的手 深入到联合国 他还把一件件事 包括联合国这个下面的组织 如何排除台湾 在我们台湾的时候 他做一个公开讯示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 对中国的压力很大 我认为 今天国大盘讲这句话 后面会讲更多 因为Kraft一定会忠实表达 过去这几年 联合国怎么欺负台湾 怎么让台湾 在这个联合国组织里面 直接消失掉 他会义务 我认为他会义务义务的表达 这个发生 一定会得到全球各大媒体的公布 而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说 压力很大 因为中国现在为什么 对于疫情 还有包括这些总统讯息 包括习近平都说疫情要公开 明显看出来 疫苗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疫苗如果真的在 今年下半年 造成全球稳定状况的时候 全球各个国家 一定会透过各种 国联合国组织 来对中国来吹讨 那么中国就不只剩一个朋友 叫俄罗斯 那俄罗斯又跟印度很好 所以整个局势来看 事实上我们要开始 把它跳出大环境来看 Kraft这个人出来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是表彰 联合国必须重视台湾的存在 对好 所以这样子整个国际局势 是不是慢慢在改变呢 美美姐 你们看这个Kraft显然不是只有现在才挺台湾 过去似乎也相当有台 之前这个卫生部长来 那已经是高官了 可他的位置更带有一些敏感性 那个敏感性 因为他背后联合国大使的意义 这里面就非常的 不只是位高权重 更重要的是他表彰出了 就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组织 落实台湾保证法 这里面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 就非常的清楚 他包括落实了台湾旅行法 好 这里面他就是让拜登知道 请问一下你拜登接掌以后 难道你要走回去老路吗 在过去欧巴马时代 我们是非常可怜的 我们连在双向元 升个国旗 都惹得美方大怒 还给我们穿很多的小鞋 我们很多的外交官是不能出入很多场合的 可是这些契机一个一个打开了 打破了 而且不止如此 我一举提高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位阶 就在川普要卸任之前访台 他要破掉道路就是说 我让你这回头一片 川普下台前的回头一片 那一片让美台关系定型化固化 不能再走回头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其实呢 他其实也非常清楚的看到 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趁这个时候 为什么香港事件大逮捕 他趁着美国里面政权交际的混乱期的时候 我就吃定你了 不然你怎么样 我看你有余力来管吗 我就告诉你 香港是我的内政 台湾的问题要我说了算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中国这个时候 你太大动作的话 你是打脸拜登 然后让合作之门关掉吗 所以他这个是一石多鸟 那么在这个时候 特别注意看到 蓬佩奥刚刚他讲说 以台湾为例要说 Free China 当然大家有些本土派的朋友 可能听到这四个字很感冒 但是你要看到蓬佩奥的用意是什么 他在凸显 台湾的民主成就 虽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肤色 然后讲一样的语言 那台湾从威权到现在 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抗议也可以由我们民主国家一个典范 不必像中国如此的模式 所以以突出台湾的地位 一方面强化台美关系 不能走回头路 二方面突出台湾来对比中国 然后让这个两个制度的竞争对抗 以台湾作为鲜明的标志 那么来换起一个价值同盟的力量 我觉得在这里面 它是有深层的含义 宇老师怎么看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凯利福特即将访问台湾 到底会带给国际间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 作用以反作用力的一个联动循环 换句话说你中国在军事上 在外交或政治上有任何的动作 针对台湾的话 美国会立即做一个反作用的一个平衡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在南海宣布 它要大演习 可能国际揣测可能会突袭台湾 美国死无前例的两艘的这个飞弹起锁舰 麦肯号 Weber号通过台湾海峡 最近我们再看看 针对这个香港的这个大逮捕 你看它刻意 其实大陆他做这种动作 除了那个内宣需求之外 事实上就是针对台湾 他是要做给台湾的这个这个民主势力看 你的下场反对中国 就是最后就是五花大榜 你就是铃铛入狱 是要达到一种 我们讲就是说在台湾的这种 我们讲这个本土势力来讲 他希望建立一种恐惧 然后呢 威嚇 失败主义 最后希望能够计划对立 或者是说分化 甚至于就是说这个 我们政党之间的互信完全没有 这个时候当国内最弱的时候 就是他从事军事 那个入侵最佳的时间 那美国他这个时候 做出这么多的动作 你看又是政军对话 又是Cady过来 他就是要让中国知道 你对台湾要做什么 美国很清楚 所以呢你要孤立台湾 你要让台湾恐惧 我就让台湾在这个国际上 更有能见度 在心理上你看美国 随时在那个台湾的后面 当这个后盾 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要去抵消 那我们看看苏里本前不久才讲说 这个这个美国的人民是跟香港站在一起 可是呢被批评的 你这样光光是这个讲没有用 这一次蓬佩奥就告诉说 你可以其实很多的国际上的议题 是可以让中国跳脚 你看这个事情一宣布 华春莹马上就跳脚 就打到他的痛处 那我也相信 那民主党对于 不管是Cady或之前的政军 这个对话的 这个军事跟政治对话的公开化 一定都是支持的 那这个未来 那个让那个民主党 他未来在针对中国的 这个问题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一种 作用反作用的这个机制 可以去回忆 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各种威吓 好 再来关心美国国会周三遭暴徒闯入发生 激烈冲突 也中断了选举人认证的程序 那这是美国国会200年来 首度被闯入破坏 引发国际震惊 美国政治重镇华复 六号宛如烽火战场 大批川普支持者 围在国会大厦外抗议 试图阻挠国会认证 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 为下任总统 有示威民众还怒气冲冲 使尽全力地踩踏 现场媒体的摄影器材 应该守卫森严的国会大厦 稍后更是被攻占 川普支持者大摇大摆的 穿过国会大厦雕像厅 还有人直接坐上 众院议长的位置 副总统彭斯被紧急护送离开 参众两院被迫中断会议 整个撤离 为了保护场内议员 警察也一度拔枪和示威者对峙 有一名女子中弹 你不能救她 我必须来救她 在一片混乱中 警察试图替女子急救 但她最后仍松衣不治 另外还有几人 因为身体出现 紧急状况丧生 珍报警察后来持续 将示威者驱离 国会恢复进行认证 但国会大厦外 人群到天黑都未散去 现场竟然还看到 有人拿着中华民国国旗 华府宣布 从当晚6点实施宵禁 到7号早上6点 并派出国民兵为安 好 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山庄 在周三发生 这个引发国际震惊的事件 请到瑞德哥 原本这场的群众运动 是要来支持川普的 怎么到最后会形势逆转 变成是一个大暴动 事实上本来是 那么国会要经过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辩论 那么投票的过程当中 川普先在白宫 那么等于说跟他支持的 这个群众 支持他的群众说话 要群众拨乱反证 其实就是这个精神讲话就对了 那么川普 现在有简单观说 要办川普 这个所谓的散动叛乱 对不对 川普并没有叫他们冲进国会 也没有叫他们开枪暴动 但是川普是说 要叫他们拨乱反证 这个在法律上的层次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呢 那么这群川普 你要知道 有时候群众到了 这个愤怒的时候 有些人 因为你也不知道 哪些人是反串的 事实上之前在白宫前面 就有反串的事情发生 所以你也不知道是哪些人 那就有人做 他们这些支持川普的 这些人民川粉 如果当时是在白宫的外面 声援来干什么 这都没有问题 可问题是就有人带头 打破玻璃 你看打破玻璃 后来有人进一步 冲进去里面了以后 那么最后造成这个开枪 有人到目前为止 有四个人死亡 四个进去里面的相关的人员 那因为这样子死亡 一名女性 听说是在空军服役的 那个女性的川粉 被开枪打死 另外四位因为伤众送医 另外三位伤众送医 目前人命的部分有四位 然后本来说有一位警察 因为伤众 但现在他们是否认的 不过因为他们进去 到里面了以后 那么砸东西 你看他们为什么在这个现场外面 砸那个媒体的相关的摄影器材 因为这些川粉 这次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 我也认为美国这次的选举 主流媒体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你不能因为你对川普的不满跟偏见 结果你就对他造成不客观的这个报道 在整个事实上从去年底的这个总统大选 进行过程当中道谢都是一样 所以老百姓他们的川粉的制裁 才会把愤怒发泄在这个媒体的身上 然后现在你看 紧接着来四大社群网站 全部封杀这个川普 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在去年底的那个过程当中也发现过 然后甚至于说因为怕川普又鼓动大家去暴动等等 川普后来在这个推特上面解禁了以后 所发的第一个讯息是这样讲的 那些从事这个暴力跟破坏行为的人们 你们并不代表美国 并不代表这个国家 而那些犯法的人 你们将付出代价 事实上这是川普的说法 然后川普也已经首度承认败选 首度承认他自己败选 然后希望能够政权无缝接轨和平转移 也呼吁这些人不要再有任何的暴动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 不过这些人那么冲进去了以后 那当然最高兴的人是谁 不就中国吗 很简单 他们立刻污名 立刻把这个行动说 你看你看 这就是民主 你们不是说民主吗 不是说西风民主吗 美国式的民主吗 不就暴动吗 然后攻进去国会山庄 然后就击笑他 你看包括德国的很多 包括世界各国都说 这种反民主独裁国家 竟然还可以拿来消遣别人 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为什么中国包括央视 包括这么多 他们用这种方式讥笑美国 因为很简单 在中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在中国31年前 31、32年前 那么单单在天安门前面 集会的大学生跟这些民众 他们连人民大会堂 都没有攻进去 坦克车就直接碾压 冲锋枪就直接扫射了 学习天安门不是吗 所以在中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那么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确实重创了川普 为什么呢 其实除了中国之外 还有一个国家 暂时松一口气 伊朗 伊朗本来很怕川普 在剩下十几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下令战斧巡运飞弹直接攻打伊朗 因为他们伊朗现在 已经把幼儿三五提炼到20% 有可能会生产盒子弹 结果现在你打下去了以后 你看川普现在面临到一个 就是他的运输部长赵小然 已经宣布辞职 清职 那他是关阶最高的 再来还有教育部长 还有这些 然后社会的反弹 现在因为这个事件被这些 有人可能蓄意人士利用等等 演变成一报 你没有发现美国就一面倒的 包括美国社会 都是一面倒的谴责 世界各国也是一面倒的谴责等等 所以现在甚至于演变成 美国的企业发现 只要在电视荧幕里面 你有冲进去这些人 全部免职 全部开除 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 一个氛围就对了 这是一起不信 不过呢 这一起不信 不管是因为老百姓 他因为他的愤怒 跟他的不满 还有他压抑很久的 一直被这个主流媒体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 你看吧 你只要掌握了主流媒体 你只要掌握了网路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竟然可以改变 你看祖克勃 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底有没有发上百亿 去介入这场选举吗 然后你的网路社群媒体 到底有没有介入 这个是值得全世界的国家 都引以为借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的确这一次的 这个国会山庄的群众运动 原本是支持川普 只是说后来完全变了掉了 因为有部分的人是冲进国会 所以第一时间是 所有人都谴责川普 那讯息也是非常的混乱 一开始有说这五人死亡 后来又说是四人死亡 那其中一人是国会警察 那后来呢 美国的国会警察 就出面说明 这讯息是不确实的 美东时间六号下午 美国国会迎来史上 最混乱的局面 大批川普支持者破门而入 试图阻扰议员认证拜登当选 还与远景爆发激烈冲突 最后已输人死亡 68人被捕的悲剧收场 事实上国会山庄 平时都有2300名远警 部署巡逻 尤其是911恐攻后 维安就更加森严 就连华盛顿特区警方 没得到同意也不能进入办案 这次却惨遭川粉 亲门踏户 国会警力被打上了 大大的问号 根据特区政府说法 国会遭入侵后 他们没有收到调动国民兵 维安的请求 因此没有权利 直接派兵介入 稳住局势 更扯的是 还有网友拍到 其中一个少点的警察 甚至直接打开路障 让川粉进入国会重地 好 这些是川普的群众 在国会山庄 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真的是人山人海 没有尽头 那冲入国会的 真的是川普的支持者吗 后来传出好像不是这样子吗 那后来就有人就拍到 有川普的支持者是要阻止 因为有人打破破的要冲进去 是这些川普的支持者 说不要冲进去 说是有安提法的人 是要企图冲进去 美美姐怎么看这部分 现在画面都出来 是不是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冲进去的是川普的支持者吗 还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恐怖组织的什么安提法吗 我先讲 这个大概是创美国历史上 最多人数上百万人的群众运动 简单讲就是大选的遗云 不只是主流媒体封锁 所有的法院到今天为止 连一件的实职审理都没有 已经有上万个证人出来了 所以人民有很多的积怨 那现在这个擦枪走火 这个整个的爆发的事情 现在事件是一面倒 那我们也看到两党同声选择 甚至于拜登已经说 这是本土恐怖分子 那么所有人注意报道都说 主流媒体都说 这个是支持川粉 川普的川粉的疯狂作为 美国民主蒙羞的一页 这么快就定义下去 但是请问一下 这里面真的全部都是川粉吗 还有这里面有没有一些诡异的 值得推敲的地方 我们刚看到 这里面有讲 平常就有几千个国会警察守在国会山庄 那我才告诉各位几件事情 第一个以这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他叫布鲁克斯奖 他提出四点证据出来 他说你拜一的时候就有国会议员跟他说 国会警察跟他讲 有呢会非常紧张 有大量安提法的人要过来 然后呢那个他的同僚跟他说 你这几天不要回你的公寓 你就睡在国会大厦 他就连睡了四天 所以已经有人提醒他了 然后第二天又来了 我告诉你 另外国会议员跟他讲 有国会警察跟他说 有安提法的人会混进来 而且穿着支持川普的衣服 因为安提法传统上是黑衣黑裤 可是他们会伪装混进渗透 叫他要非常小心 然后另外国会警察跟他说 你不要离开国会大厦 你就在这边 好 那我请问你 大家都知道有安提法 这个高度高度敏感的案子 而且已经国会要决战了 包括极右的也会来 极左的也会来 大批的川普的支持者也会来 你的国会警察警力 怎么会这么薄弱 这里面大家又被发现了什么 你知道吗 包括特区的警察 包括华盛顿的警局 包括国防部 居然没有横向联系 然后几个要塞口 人力薄弱 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这个这个video里头 我们看得出来很清楚 就在离国会大厦 最近那个阶梯 本来不是有栅栏吗 请问一下 现场的警察 你为什么把栅栏打开 是警察把他打开了 直接打开 你看嘛 警察直接打开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 里面还有人说过来过来 有没有看到 进来这样子 进来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知道 当场有川普支持者 就很生气说 是警察叫我们进去的 OK 好 那这里面我就要问了 你是现场 你们自己太大意了 警力薄弱 认为寡不敌众 所以干脆让人民进去 还是 这是故意设的一个局 因为在 以前台湾的美丽岛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有变衣刑警 混在里面 全冲报名 还记得这些事情吗 有没有可能 这不知道 但是布鲁克斯这个众议员说 他认为这里面有 安提法的金星策划 另外一个众议员 他叫做盖茲 他说什么 他说美国的华盛顿时报报导 有一间人脸辨识公司 提出大量有力的证据 说这里面有混了很多安提法的人 好 我们来说 有照片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 证据会说话 各位来看 这个带狗头的这个家伙 这个人去年 在黑命贵运动 亚历山那时候暴动里头 他就是在其中 就今天他画 这个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 这个你看 当初暴动 他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黑衣 安提法传统服饰 有没有 你看 也是一样 可是他算带着面具 可是衣服不穿黑衣 有没有看到 然后他拿着什么 他的旗子 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是 我的总统叫川普 他变成川普的支持者 好这一个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 大家在看这一个人 一个大胖子 请你们注意看他手上这个刺青 这什么你知道吗 各位 这是个标志 什么样的组织啊 我告诉你 这就是安提法的标志 就安提法标志 安提法标志 莲韬跟铸头 这安提法的标志 这个刺青被认出来 好 再看 这是他们在国会山庄的现场 突然间 他们变成川普的支持者 安提法这个组织 我告诉各位 他是安提法斯 反法西斯主义者 那事实上在黑命贵运动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暴乱事件 川普曾经一度考虑 要把他们宣布成恐怖组织 他们跟川普是非常对立的 那么在 他是非常的极左派 那在民主党内部 极左派势力 这一次其实壮大了满多的 那当初的黑命贵运动的时候 说实在话 包括拜登 包括所有民主党人 没有谴责过安提法一句话 甚至 Nancy Pelosi还表演当众下跪 主流的媒体 也从来没有谴责过 安提法 甚至叫大家同情他们 好 所以我今天要说的是 这一切的一切 它是一个灾难 是一个悲剧 但是在这后面 到底第一 有没有一个精心的策划 为什么这个门 就这么轻易的打开 为什么警力这么样 布置的这么样不足 那为什么安提法混迹其中 可是一切都还没有查清楚的时候 就大家急着要定义说 这个叫做川普的支持者 这个就有个标签化的效果 那个效果是什么 支持川普人都是暴力 甚至是本土恐怖分子 甚至对 放话说对川普用 煽动罪来起诉 那这一切老实说 有没有政治斗争在里头 那当然我必须要讲说 最后我要简短的讲 川普他当然必须要负一些责任 因为你把民众召唤来 你错了的一点是 你虽然之前 他要叫大家要不退缩 然后也有讲要和平 可是他真的缺乏群众运动 我就分享一个经验好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过去走街头的时候 中将 我们都怎么说的 和平理性 等一下不要有人乱冲 有乱冲就是国民党的了白了 我们会讲这句话 穿下去就国民党了白了 大家不要让他们穿下去 你如果那个时候 有Antifa要来的这个混击期间 你先跟大家讲 你先把这个话说出去了 我觉得会有一些一定的 所以他们轻忽了 川普阵营很轻忽了 因为他缺乏街头运动 在这里面 我觉得我最遗憾的是 我觉得最高法院 是严重失职的 他有两次机会 如果最高法院公平的 因为提出来嘛 你就让两兆嘛 有证据指控一方拿出证据嘛 被指控一方你就辩驳嘛 至少让事实呈现 大家心服口服 如果说川普这边 没有证据乱讲话 那至少还给拜登一个公道 他是无可争议的总统 美国不会分裂 那如果说确实有人是舞弊的 那要神之以法 以后大家不会实随之位 继续作弊来得天下 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正义 是不是被栽赃了 正好因为现在 传出来的讯息非常多嘛 包括这个谣言满天飞 还有这个安提法的成员 承认有一位男子 他就自己录录影片 就说是有人付钱 叫他冲的 对现在奇怪事情 是真的蛮多 第一个是因为推特 出现一个影片 是个男子 他公开自白说 他很后悔 因为是有人付钱 让他做这些事情 可在这影片 自白中他有特别说 我不能讲是哪个组织 可是就 就画面中真的 他说他不能讲说 是哪一个组织 但是他们是一个 很激进的组织 那他没有讲说是谁 可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 也让人家觉得很移动 第二件事情是 因为我全职 关注这个事件 我也觉得怪 因为我们没有全职 看到影片 可是我们看到是 川普演讲完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 国会整个就沦陷了 那他还觉得很怪 国会美国国会 怎么那么容易沦陷 如果你用国会电影 沦陷的电影来拍 你片长好歹 120个小时 你怎么60分钟 就完结篇了 结果刚刚看到影片 真的是有国会 美国警察打开这个铁门 让人家走进去 对不对 那我不管他打开的原因 是为了说放水 煽动 还是说避免产生冲突 简单来讲 美国是有警察 让人家走进去 对不对 甚至是国会议员 刚刚北北姐也讲了 早就有情知 说是Antifa 要来煽动这件事情 那国会议员 还在整个 他的办公室 睡了四天 那这件事情 都是一些 很多很多的疑点 可是问题是 北北姐说的对 对于做群众运动来说 把人带出来 坦白说不难 把人带回家才难 对不对 可是川普真的是中计 川普真的 坦白说 川普在演讲的时候 搞不好他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讲过什么 因为他就是一个 很会演讲的人 很具煽动性的领袖 然后讲说什么 这是不公平的 等等 讲完后群情一定会激愤 群情激愤后 往国会山上走的时候 好死不死 他的女儿 伊凡卡又发了一个推特 说什么 这些人是爱国者 不是报名 这些东西又全部都被 他的政敌就他敌人 全部抓到把柄 说你在煽动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 今天川普只好承诺说 我承认败选 然后我会和平转移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是显示 美国内部 他的选举是打到最后 最后一分一秒 过去这一月六号 所谓国会议员认证 都是行李如宜的 都是一个 简单来讲 就是说 选举人票都投完了 没有人会在乎 这个国会认证的 结果这样搞那么大的事情 可是正好你刚才提到 因为国会其实有去过人都知道 这个戒备森严 警力什么的 而且都有这个围栏 跟白宫其实不相上下 怎么会这么容易 就被攻进去呢 你看 这一点其实真的起人疑动 这里没有几个玄机 第一件事情是 你看刚刚画面确实很清楚 是警察直接把这铁杂栏打开 大家走进去 并不是冲撞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太阳花是这样 是有那种铁的 那边冲撞搞很久 对不对 好那你打开之后 里面还有人说过来过来 还有人在引导 对对对 过来过来 那是第二件事 然后第三件事 是不是看到后来发现 很多人很悠哉的 坐在裴洛西的办公室里面 翘脚然后自拍 换句话说 美国的国会警察 你看这过来过来 画面都有嘛 然后进去之后 你看到如露无人之地 对不对 然后呢 如露无人之地 好我可以解释为 前面五分钟十分钟 是一时的混乱 可是你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可以悠哉到 进裴洛西的办公室 对 然后自拍休息 表示是刻意会有 三十分钟或四十分钟空窗期 让大家真的占领完之后 还有人把那个奖台 偷走搬走 现在刚刚出现在 eBay上拍卖 所以说表示是有一段空窗期 之后才强力去镇压的 可是重点来 这个暴动两三天前 我们就在预言 两天前整个华盛顿 就开始有游戏了 国民兵就集结了 不可能措手不及吧 对 美国国会的警力部署 不是这样子吧 他有分外围内围 甚至是办公室里都有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疑点 可是川普偏偏就是可能有点大意 或是他也在情绪当中 他自己也很愤怒 然后被很多人抓到机会 那现在连共和党都开始慢慢不支持川普了 所以川普现在面临到蛮大危机了 所以他现在才谈说 我会和平转移 我会承认败选 所以他有点在做危机处理的感觉 可是选举确实 我感觉里面有介入的成分居多 可是如果川普在演讲的时候 能够就像美美姐讲 谁到时候谁就是谁出手 谁乱搞 谁预线 那他要不要 他不会 那他如果讲完之后 或许可以先打预防针 可是坦白说错过这些事情 来来 余老师怎么看 这个现在显然川普是被设计了吗 怎么可能一个国会三中 这么容易就被群众攻入 那现在最高兴的会是谁 当然德国的外长是讲了 当然民主之敌为此感到高兴 中国是会在背后窃笑吗 我想那个国会 我个人也去过好几次 也去过马汉 那这个美国不管是白宫或是国会 那个警察都是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 这个全世界恐怖组织 所谓要攻击的对象 所以他的国会的这个防备 我们去的时候 竟然看他们就在做反恐演练 任何人你接近国会附近 他那个情报的这个掌握跟反应 其实是很快的 他不可能让你像这一次的这样大大地走进去 就表示说这个就是我的问题 那现在网路上也在有一些视讯被揭露出来 像刚刚坐在那个国会议长议席那个 那个就是安提法的人 现在已经被比对出来 被揭露了 他的组织成员 那另外也有这个川普阵营的人 也掌握到就是说 其实安提法在警察的附送之下 五辆这个白色相形的这个车子 就是从国会后门送这些人进去了 这个车子 车子跟那个引导的这个警车 现在在网路上都在都在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 其实你看看他一路以来他面临到的各种的 你应该一上任就是通俄门 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讲就是说 就是印栽账 然后让他就是不断的遭受攻击 那这一次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媒体 从来报的就是负面的 就是公结的 对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一个 那个刚刚美美讲到 华盛顿DC 我们说实在在那个DC里头 那个上洗手间各方面是非常不方便 对 连吃东西都不方便 管制非常严格 对 而且你看连这次 连所有的那个Google Map的那个华盛顿DC 如果你自己开车的 他都不引导了 他就是这个讯息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还能够聚集 这么庞大一百多万人 你就可以知道民怨了 这一次对于这次美国总统的选举 这个愤怒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认为就是说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讲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预谋的 我们可以看 除了刚刚讲 可能对川普动用这个反反 那个什么 煽动罪之外 还有现在那个众议院就是要提 要抬了他 宪法第25修正案 也就是说要那个彭斯 以这个川普失能为由 然后取代 彭斯拒绝了 对 彭斯已经正式拒绝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这一次 乔吉亚州的又是 等于是说现在参众 两星又是民主党 都是民主党 现在佩洛西收了算 所以为什么川普 他这个时候必须承认 说他必须愿意做 有序的这个政权的转 对政权交接 因为或者的话 说实在现在的游戏 已经不是共和党能够智慧了 完全是有掌握在众议院的时候 对 所以杰宾哥怎么看 现在显然是背后有组织 特别是这位男子 都已经讲直说 他不能说 那如果说都还有 这个共和党众议员说 以两天前就接到讯息 显然是不是早已经 为了川普的这场 这个大型的群众运动 再已经做准备了 是因为现在不是只有 这孟布洛克斯 他这个议员也出来说话 事实上更多的议员 已经开始说话 其中一个议员叫做 Josh Hawley Josh Hawley 他也说一句话说 他们在1月4号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这些 安提法的组织 已经提供警告了 他说你们不要乱动 我们会处理你的事情 你的家人都要给我留意 所以经约多的讯息 是早在1月4号之前 这个安提法组织 就已经 就是已经开始怎么样 就是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川普阵营 这边的报道 这个人叫做 Paul Spray 就是Paul Spray 李先生 他就说一句话说 他以他的英文 来翻成中文 他已经知道 是FBI的特工 已经发短信给他了 FBI判定说 至少有一车 安提法的暴徒 潜入到和平的川普的 这个示威者 这是假川普行的 假川普行的行动的一部分 重点事情是 FBI的特工 给他这样的讯息 这里已经告诉一件事 这些人正要 所谓的交接旗的空档里面 进入到这个组织 我们先谈一下安提法 因为刚才美女 特别提到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基本上是要反政府的 它是一个无政府组织 而且它是支持所谓的共产党 他们支持这个所谓的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极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刚才那个美美的图 这个图呢 我们再把它绣一次 你就知道 这就绝对是泄露了 这个它的天机 因为什么说呢 因为从这个表面上 这张图 这是另外一个记者 他看出来的内容 从表面上看起来 你似乎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哪个组织 因为这边有个组织 这边有个图叫做 川普是我们的总统 但重点就是这个人露线了 那这个人露线呢 你仔细看 这把它放大了一个表图 就是刚才所说这个图卡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共产党的旗帜 这个图形已经被 陆续的公布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 整体而言来看 确实 我们再仔细分一下 这些川普的群众 其实他们主要分为 六七个组织 这个组织呢 基本上长期 他们都是治川普的 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他们并没有 即便在白宫做游行 或其他游行 他们并没有去主动去 翻车 纵火 通常是反对 这些组织的人 去做这个动作 安提法常见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安提法 早就已经形影如髓的 跟这些所谓的 川普组织是 有继续的想办法 这个事情给闹大 所以1月5号的时候 川普就已经说 这个组织是 恐怖主义组织的 他已经说了 已经把它认定了 而且由他的这个 新闻的秘书 那位美丽的小姐也说了 他们认定安提法 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请大家小心 但是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胜利的 渗透到这个组织 因为你仔细看 两个一点 除了刚才一点的时候 警察请他们进来之后 还有你注意看 他们穿过这个国会的 这个大楼的 这个建议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 这个维安的团队 没有人阻挡 没有人阻挡 所以我们这么说 因为司法部长 已经去职了 那么FBI的这个 我们说领头 也被川普指责了 所以这个情况里面 露出许多诡异的气氛 我们必须要 一一去解读 因为是谁开 是谁进去的 谁去穿破这个墙壁 而是穿破这个玻璃 穿破玻璃的时候 川普的支者 是有挡住的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当 越来越多记者开始公布 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 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唯一现在有报道是 Washington Times Washington Times 用大篇幅去拍出任何个角落 而这角落呢 基本上认定 他们说这不是 川普支者会做的事情 这绝对是有特殊组织 引导人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你知道 Washington Times 还特别去访谈 这些所谓的川普支者 发现到 他们就是一般的劳工阶级 他们甚至是家庭的祖父 或者家庭的 农人 甚至是农人 他们并不是那种所谓的激进者 所以说 如果你要让这些人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突然之间被激怒了 你一定要有个引导者 Antifa最善演扮演这个角度 因为Antifa在德国 本来就是德国非常头痛的一个组织 Antifa来自于德国 那么所以他们这群人 是渗透到了这个美国 那么以打击所谓的美国白人至上 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你想想看 川普就是一个标准美国主义者 怎么可能一个反美国主义者 会进入到国会呢 这完全是冲突 一个极左派的 竟然跟右派组织 会打进这个国会里面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所以整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讯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问题 存在里面 但是我们重点事情是 有美国的媒体会报道这个真相吗 你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资料 这些都是一个零散 美国主义者一面倒 都是在批判川普 因为你今天看到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Brigid Gabry 他就是一个私人的 我们说的个人的一个记者 那你看这个Paul Spray 他也本身代表 也是一个小型的媒体 也就是说只有一些小型的媒体 他能够把真相去秀出来 但为了小型媒体 他还是要透过IG 透过Facebook 透过Twitter 但很抱歉 这些人可能要从这里面 做到一个真实的表达 是有困难的 所以整体而言 我们比较在乎事情是 这个真相 在华盛顿调查的单位 会做出明确的表白吗 或者明确的调查吗 这是人们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都很担心 这种渗透 已经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境界了 美国国会被暴徒闯入 民主党的众院议长裴洛西就说 副总统彭斯应该立刻解除 川普总统的职务 不然国会就要弹劾他 美国国会遭川普乱入后 民主党议员们又动起了 弹劾现任总统川普的念头 7号众院议长裴洛西登告一呼 叫副总统彭斯搬出第25修正案 让川普立马下台 民主党磨刀霍霍 因为他们一口咬定 就是川普在背后煽动国会乱局 民主党过后两个月 川普终于承认拜登当选 不过司法部却放话 不排除要为川普可能鼓吹 报名的行为加以起诉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现在面临的局势 是不是非常的危急 看起来是非常多人 要他进行这个追杀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美国 华盛顿的法官检察官就说了 司法部恐怕要对这个参与暴动的人 含这个暴动前对支持者演说的 川普要提出这个煽动 叛乱罪的诉讼 那再来是这个裴洛西 就是众援议长 他说川普已经不再世人总统了 他就呼吁这个彭斯 启动美国宪法 将川普全力移交给副总统 如果彭斯不敢 那国会就要再次的弹劾川普 显然看起来这个是 一波接一波的追杀 再来民间方面 连这个社群软体也要追杀川普 我们看到这是脸书的创办人 祖伯克 他就说脸书要无限期封锁川普的 这个脸书账号 IG账号 那这段期间就不能够张贴 任何的贴文 但问题是在6号当天 其实川普是有呼吁 这些这个知识要回家 但问题是他那天就把他封锁了 瑞德哥 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的情况 非常危机 是不是遭到全面的追杀 没有错 因为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马上在1月20号 美国总统 那么即将进行这个交接 那刚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当然被民主党 那么拿到捡到枪 所以包括中院院长 裴洛西他当然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声明 可是问题是 共和党会不会照他所说的就去做 这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毕竟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就要交接了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事实上 那么刚刚也已经发表 相关的谈话了 所以他自己本身 首度的承认是拜登胜选 他虽然没有讲出拜登 但是他就是说 这场选举事实上 就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要无缝接轨的 把和平转移 他的相关的政权 我觉得在如此的前提之下 那么刚刚 裴洛西所说的那些东西 那些是属于政治层面的炒作 政治方面的操作的手法 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最应该下台的人 自己公开宣示下台了 是谁 是国会的这个警察局的局长 叫松德 他已经请辞了 他最应该下来 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应该下来吗 因为他早在两个礼拜前 他就知道了这一场可能的暴动 你知道吗 那不是他所知道的 这个可能的暴动 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包围在这个外面 大家抗议 还是有人会借机知识 故意 刚刚大家讲了很多 故意按照这个名目 那么进行一个所谓的反串 对不对 然后制造这个暴动 他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事先而没有布置 或者是甚至于有人内神通外鬼的话 所以他第一个下台 连那么美国的警察工会 都强烈要求他下台 所以他已经下台了 那另外两位的这个警卫长 也会一起下台就对了 这是最应该要负责任的 那么这件事情事实上 也引起了民主国家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反弹 当然那么在极权国家里面的中共 还有香港 他们故意就把这件事情 跟香港的相关冲击立法会的事情 做相提并论 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简单 一个是极权国家 香港现在也是极权国家 香港本来就已经 本来还有一丁底的 假惺惺的 这个所谓一国两制 现在根本就是极权 社会极权国家了 根本就一国一制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我刚刚说过了 中国共产党不会发生 在中国共产党本来的 这个领土里面 不会发生这个事 直接人都还没有冲进去 人民大会堂 坦克车就压了 冲锋江就扫了 在香港现在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昨天同步就抓了 你几十个议员 我告诉各位 还没有停止 为什么呢 因为抓了李志英 抓了黄志峰 黄志峰都已经在关了 周庭都已经在关了 还故意去收黄志峰他家 故意要罗资罪名 用港版国安法 要必把他诸之而后快 一定要给他关了很多年 他中共就是趁现在 你在乱嘛 你在乱的时候 美国在乱的时候 趁这个机会 做这些手脚 动这些手脚嘛 其实川普后来都有这个发文 他就说 闯入国会的示威者 玷污美国民主 那这些暴力分子 不代表我们国家 国会已经对这结果 做出认证 那新政府将在20号就位 他说 知道你们很失望 但身为大家的总统 是他一生的荣幸 讲这话其实是 这个算是这个非常的 就是说平稳的 也不会说 让人感觉是很照进的 所以现在外界 是不是去妖魔化了这个川普 我们也看到欧洲各国的领袖 在第一时间也都谴责川普 正好 所以感觉上 其实在没有了解事件的 这个事项的这个真相之前 大家都忙着谴责川普 给他定罪 未审先判 那再来马英九好像也急着要 蔡英文也加入谴责行列 我觉得马英九不要闹了 这到底干他什么事 他就退休就好 我真的很希望他退休 而且马英九每次讲话 国民党的人都很头痛 因为他是代表 国民党过去的一段历史 讲白讲 他真的是历史文件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讨论马英九了 可是重点来了 川普现在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的政敌 是不会同情你的 你的敌人不会管你是 什么原因犯错 你的敌人不会管说 你到底是被陷害的 还是你真心要做这件事 敌人只看结果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是因为 美国国会200多年 船都没有人冲进去 现在被冲进去了 然后呢 川普我认为 他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是 他的敌人不是只有民主党 也不是只有其他国家 而是共和党内部 也有很多敌人 我这样讲 川普当然是 共和党的一方之霸 很多人都希望 可以靠入川普继续连任 可是所有政党都是一样 如果有一个人 在这个政党里面 是一方之霸 就一定会有对立面 因为就一碗饭 你吃了别人就没饭吃 对不对 跟过去韩国瑜一样 有人挺韩 就有人反韩 这一定的 然后呢 川普现在犯了错 你看 很多共和党人 是先跳穿落井下石的 共和党参议员 是先发声明说 我不能再支持川普了 我去谴责川普 很多共和党的 川普自己的内阁 包含运输部长 包含教育部长 现在是先请辞 然后呢 甚至蓬佩奥听说 也在串这些事情 彭斯也跟川普 切歌签得很清楚 所以其实现在 川普最大的问题 我不认为 川普最大的问题 是来自于民主党的追杀 或是欧洲各国的追杀 很简单 他本来就瞧不起他们 那些人 民主党追杀的越强力 穿粉越挺川普 可是川普现在面临到 最大问题是 很多共和党的人 其实不见得 玻璃反 当然是 因为他们 你看川普说 四年后要再选总统 川普四年后 要再选总统 意味着什么 彭斯没机会了 蓬佩奥没机会了 其他想要选的人 没机会了 代表非川普派系的人 都没机会了 所以川普现在面临到 最大问题就是 共和党自己内幕 已经开始反川普 这东西对所有 真正的问题来说 是最难处理的 可是回过头来 我还是讲 川普真的大意了 他去做那些演讲 坦白说 如果有做一些安全的呼吁 如果在第一时间 一冲进去的时候 马上要求国民兵 强力清场 等等的做下来 他可以帮自己 射一道防火枪 可是坦白说 真的大意了 那川普现在做这些动作 我认为是在做危机处理 我们做政治幕僚都知道 开始说 暴力分子不代表 我们的国家 我会和平政权转移 20号会有新政府 这些东西都表示说 我愿意放下 所以这都是危机处理 可是当你要做到 危机处理的时候 表示什么 危机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认为 川普未来会面临到 很长一段时间泥绕 但是他还是 共和党最大位 我要强调 他还是共和党里面 最有煽动能力的那个人 所以短时间内 川普不会消失 可是如果你说 期待四年后 川普再战的话 我认为这次对他来说 有受伤而且伤感很重 从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是不是被渗透的 非常严重 包括CNN 拿这个美国国会 这次的这个暴动事件 拿去跟反送中的事件 来做比较 这可以作为比较的吗 那特别是还针对 在这个川普 现在的这个处境当中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完全没有防备 来 杰明哥怎么看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出 欧洲各国的这些领袖 急着去这个谴责川普 那国内呢 我刚刚也提到了 不光是马英九 连他们党内的一些立委 也都说要加入谴责 所以这当中 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吗 特别是背后 中共是不是在最后窃效 我认为这是关键13天 这个来自于共产党 中共的一个极力反扑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不谈这个 我们等我来谈一下 这个谷歌 这个Facebook所做的事情 先摆在旁边 你会发现到 这为什么 蓬佩奥突然之间 极度的就宣布他 你看他跟台湾的 这个军人站在一起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 联合国的这个大使 就来美国 驻联合国大使来台湾 他某种程度 在平衡一种画面 是说目前的美国 在军事外交方面 是可防可控的 大家还是按照的步调 继续去执行 要不然如果这事情 如先扩大的话 因为我们事实上 习近平最害怕的是 在这13天里面 还有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 我们知道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的证券交易所 宣布要让中国三大电信 直接在美国不准挂牌 结果经过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 突然翻盘了 礼拜一又说 你可以恢复挂牌 那当然美国财政部 就觉得事情事态严重了 因为这本来就在规划当中 立刻打电话问说 你们证交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 证交所看事情 有点问题了 美国证交所又说 好 这三家电信公司 我不准你挂牌 那么紧接着本来还有一连算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还有中国三桶油 以及包括我们说的 现在的一些记忆体公司 到川普到连续 在未来13天里面 都要执行所谓的去中化 就是要把中国所谓的 钱袋子全部拿走 这对习近平的政权 多么的伤害 所以你看这个 机密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就延宕了 这13天川普要执行 然后最后的去中化 中国怎么紧张 而且我们再看欧洲 欧洲这次通过了 这个欧洲协议的时候 英国立刻站在这个 媒体这个浪头上面指责 你们欧洲怎么可以 在这时候跟中国签订 所谓投资和贸易协定呢 你违缓的对香港人权的认知 那当然你也知道 其实欧洲会议 欧洲的这个 欧洲的这个 欧洲跟中国的 投资贸易协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 虚无的条案 意思说我都开放了 可问题事情是这不就是给拜登一个影子吗 拜登你将来跟我欧洲一起来对抗中国 门都没有 可是没想到欧洲议会也开始反弹 好那背后的原因 当然就是川普所代表的某种 对中国的影响力 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急迫 这个川普的影响力呢 好那我们再回来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次观察这个媒体当中 除了我们说CNN 或者是New York Times 都已经知道 他们基本左倾的非常严重 可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什么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当然我个人不能接受 我想起很多台湾民众 除了马应九以外 我想大家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内容再仔细看一下 他说我明白你们的痛苦 知道你们的伤心 这是不诚实的大选 但是我们不能落入圈道 回家吧 请问一下这个字眼 有任何的敌视吗 有任何的仇视吗 有任何影响 或者说煽动这些民众去冲吗 没有 结果竟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包括推特 包括脸书 都删除这么柔性的字眼 你不觉得这问题有鬼吗 所以我们这样讲 其实习近平现在最担心 这13天之内 到底川普还做出什么样事情 让美国 中国的经济 已经雪上加霜了 那当然你就国民党讲述来说 他当然很希望乐意 把这个川普除掉 让这个习近平能够在13天里面 喘口气嘛 马英九过去这几天的说法 你不觉得很像是国财办的内容吗 所以我们整个 言之其实你会让你有种 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是说原来我们知道 在过去这四年当中 川普想要极力打压 中国的势力 但建制派 从这13天的 从这几天的表现来看 建制派似乎在德国 在法国 甚至在美国 是不是在产生 我这样讲 这害怕恐怕不是有台湾的 你觉得日本害怕怕 英国怕怕怕 澳洲怕怕怕 印度怕怕 纽西兰怕怕 英国怕 你看当欧洲 投资贸易协定一通过之后 英国的首相怎么说 我们脱欧资完之后 我们就要脱中了 结果一讲完之后 欧洲竟然反向说 没有你们的英国 欧洲会更加的自主 你看到没有 这件事情已经反映出来一件事 建制派 欧洲被分化了 对建制派要回来 我们先去看欧洲议会 我们守住这一关 因为欧洲议会里面的人民党 基本上支持台湾 他们是反对中国 而且占有多数的息事 可是你看这几天的翻云覆雨 我们觉得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 这个习近平的能量 是不是还在所谓的 互逊顿swap 就是我们说的 华盛顿沼泽里面 要重新燃起呢 这件事情 请庞培欧站出来 我不知道共和党 还会不会有更多人站出来 一定要说清楚 包括彭斯一定要讲清楚 他们对于中国态度 还有对于这个全球的 友邦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在关键时刻 现在我们似乎期待 只剩下的是英国的首相了 因为英国首相继续发表 对于返回印太战略 对中国的世界对抗 才是恐怕现在的明灯 要不然以现在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未来是三天里面 这个习近平还会出什么样的狠招 好 再来关心中国疫情 那中国的河北五天 暴增两百个病例 石家庄在昨天宣布紧急封城 所有的车辆跟人员 都不得离开 所以就出现了 往这个北京的这个路上 堵车竟然高达八小时 几乎是不顶不顶 动弹不得 所以中共当局 就是就呼吁 所有的民众就地过年吧 正好这有可能 中国的春运 有可能就这样停吗 确实极权国家 在这个时候面对问题 是比较方便的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 中国疫情一直一直不断的爆发 不断的爆发 来自于中国从来不肯 真正的面对疫情 你看今天的最新讯息 多扯的事情 石家庄市某个村的村委书记 跟村干部 三个人全部被抓了 可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 今天到底是湖北有疫情 还是北京有疫情 你知道吗 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爆发 都是从首都或大都市开始吗 英国是伦敦 美国第一阶段是纽约 现在是洛杉矶 日本是东京 对于是伦敦 美国第一阶段是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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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一阶段是纽约